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护身体被掏空了 没有力气 突然爸妈问我为啥总抱着手机 才发现二老额头的皱儿已经挥之不去 根据不是小红包 也不是玩游戏 爱着爸妈开心才是团圆特业的利益 爸妈说央视春晚就喜欢那几张手脸 再来点大明星和小鲜肉才看着顺眼 我说爸爸妈妈春晚咱可不能光看 跟我一起爱的春晚给他们挨个人 春晚 春晚一起爱的春晚 爱着爸妈看春晚才算过年 央视大屏看春晚小平爱的春晚 再给爸爸妈妈讲讲啥叫二次元 春晚 春晚一起爱的春晚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央视大屏看春晚小平爱的春晚 爱着爸妈哼着流星歌一遍又一遍 中国更好炫酷的东西真不少 智能手机VR眼镜都是黑颗 中国更好陪爸妈的时光不能少 能让他们开心我愿使出呼呼吸力 不要再抱怨爸妈不懂我们这时代 我们应该多给他们一遍啊 其实不比纠结年味儿适同还是难 家人团聚才是最热闹的新年 春晚 春晚一起爱的春晚 陪着爸妈看春晚才算过年 央视大屏看春晚小平爱的春晚 带着爸妈妈讲到啥叫二次元 春晚 春晚你爱的春晚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央视大屏看春晚小平爱的春晚 带着爸妈哼着流星歌一遍又一遍 老爸老妈祝你们一心高上 一年大吉利 get at 春晚正确打开方式 抢先看台前幕后鲜亮 同步去解春晚化言组 网友点赞支持春晚明星 明星回馈网友拜年大礼 七小时互动贯穿 全程奖品高能 福利不断 来 at 春晚陪父母玩互动 抽取五福字 除夕夜春晚互动进行时 at 春晚 咚咚打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的春晚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打凭看春晚 说凭爱的春晚 一遍又一遍 爱的春晚 爱的春晚 好了 收了 现在你们看到的是春晚陪伴的一个新媒体节目 2017 at春晚 过年好 过年好 各位可以登陆央视网 也可以通过你们手机上面的央视影音 或者是央视综艺春晚的客户端 来同步收看并且参与我们节目的步骤 是的 本节目要感谢广汽传奇 因为广汽传奇独家冠名播出我们的节目 同时广汽传奇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我们还要感谢中国联通特别赞助播出 还有四特酒赞助播出我们的节目 四特酒恭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 好彩头 好彩头 那么今年的爱的春晚 除了有我们的春晚的精彩的节目 为您奉上之外 还有我们的春晚惊喜大明星会来到现场 跟大家一起玩互动 不是开玩笑的 是真的玩在一起 因为此时此刻我们在网上现场直播 演完一个拉一个 演完一个拉一个 所以呢 也请大家积极地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此时此刻就可以动手 方式就是我们的央视影音客户端 和央视综艺春晚客户端 有礼包来了互动抽奖 怎么讲动动手指拆红包 为父母抢年货 祝你好运 来啊来啊 带着父母玩起来 对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忘了 在我们的互动专区 为您喜欢的春晚明星节目点赞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能有机会迎娶明星 在我们爱的春晚现场 独家定制新手送出的拜年礼 没错 参加这个直播我最大的收获 什么 就是搞清楚了龙阳和轩一 不是中央电视台员工 为什么两个是来自于情报部门的 我的天 这几天他们在现场 对一首春晚的明星 好辛苦 搞得所有的明星 一进庄台第一个事是 龙阳和轩一不在吧 好辛苦 一点都不辛苦 我愿意 我骄傲 很多情报 很多情报 赶紧先透露一点 分享一下 对这个我擅长 做剧透这种事情 对吧 就应该我来 应该我们俩来 这几天都一直蹲守在咱们一号演播大厅的门口 就看有哪个明星 都一手 戴没戴口罩 戴口罩我也能认出来 现在可以告诉大家 伤到九十九 吓到刚会走 你喜欢的男子女子 今晚全都有 他们是谁呢 先卖个关子 这叫剧透啊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呢 就是整个春节连环晚会上的节目 我们节目里都能看到 但是我们爱的春晚上面 却有你们看不到的 一个明星要来玩互动 送出私人定制的拜年礼 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爱的春晚 同时除了今年你看 请来了主持界的两位男神 男神升级了我们的节目 同时我们还有了新玩法 新玩法是什么呢 因为平时啊 以前我们看春晚用眼睛看就可以了 自从有了爱的春晚之后 你看春晚 用耳朵吗 还得用眼睛 但是更多了一些互动的方式 就这么简单动动手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 所以呢 也提醒各位 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 来一个小片介绍给你 不补课不补课 at春晚的正确打开方式 跟at春晚正确打开方式 抢先看台前幕后鲜亮 同步去解春晚化言组 网友点赞支持春晚明星 明星回馈网友拜年大礼 七小时互动贯穿 全程奖品高能 福利不断 来at春晚陪父母玩互动 抽取五福字 除夕夜春晚互动进行时 at春晚 档档打来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 爱的春晚的直播现场 在这里呢 要特别感谢 特邀社交合作媒体 新浪微博 对爱的春晚的大力支持 感谢美拍 秒拍 今日头条 360信息流 一离视频 恒续娱乐和网易新闻 对爱的春晚的媒体支持 就像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 今天呢 你可以持续关注 我们的爱的春晚 因为呢 我们不仅有 这个春晚的精彩节目 而且还有很多很多 春晚的明星 会来到我们 爱的春晚的现场 和你一起玩互动 而且而且 我们还准备了 超级豪华的年货大礼包 是手上的手机吗 每人带了一个 在这上面得抢啊 怎么抢呢 大家注意了啊 赶紧这个 通过我们央视影音客户端 还有央视综艺 春晚客户端 参与我们 礼包来了 互动抽奖 动动手指 拆礼包 为爸妈抢年货 赶紧来抢啊 超级豪华的年货 另外 最重要的是 要在我们的互动专区 为你喜欢的明星点赞 因为只有这样 你就有机会赢取 爱的春晚的这个 现场明星 来到我们这里 现场制作 亲手送出的 拜年礼了 我现在 我现在关心的是 今天直播做完 这个互动的手机 是不是可以带走 我在想的是 我们要七个小时直播 这手机的电量 它够用吗 对啊 充电宝 给我准备好 流量够不够 充电五分钟 家里的WiFi 赶紧调好 调到速度最大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 所有的流量 都是值得的 而且第一次 带手机做直播 感觉太爽了 又能看明星 还能拿年货 这样划算的事 一般人 我都告诉他三遍 我的天 怎么了 那再透露一下 这两天探测的结果 打算的情报 对 我先来吧 我按了不住心中的剧透了 你个人特别期待的节目 继续剧透 我个人特别期待 是因为我们在 其实我们的这个 爱着春晚的棚 离春晚只有一条走廊之隔 所以所有的演员 几乎都从我们的眼皮 必经之路 没错 每条走廊 宽十几公里 要打车 也就百事来 也就百事来你了 他们两个人很累 在走廊上到处抓人 有没有你们俩 特别期待的节目 你知道有一支队伍 每次他们出现的时候 我要仰着头看 什么 我要仰视他们 杂技团的高敲队 还真有 但这不是 真有踩着两三米高敲 那你刚才讲的是哪个节目呢 我讲的是 孙子庭的背直 像高博老师这样 然后颜值俱高 像小萨老师这样 帅一个 我两个都担当 我这个高度是很难企及的 因为主要是不能仰视你 不能仰视 那么高那么帅 还站得那么笔直 三军仪仗队 这个厉害了 这个厉害了 这个我服 这个我服 战斗力爆表 男友力爆表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节目 特别挺拔 而且那个仪仗队特别挺拔 轩音呢 我总觉得你的视角 应该跟他不一样了 对呀 因为他只观众帅 我不只啊 我很有爱心的 我看到很多可爱的小朋友 然后今年是今年嘛 他们扮成了那个黄色 融融的小鸡的形象 就露了一张小小的脸 特别可爱 而且他们的休息的地方 就在我们演播室的隔壁 每天看着他们 吃盒饭的时候 就坐在那整整齐齐的 然后说 节目开始了 然后一排小鸡 登登登登跑出来 特别可爱 吃盒饭的时候 老师每个孩子面前 放一碗小米 是了除了这些可爱的小黄鸡之外呢 每年春晚我们都有一些超级可爱 超级萌的春晚小萌娃 这样 今年的春晚小萌娃 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短片 一起看看它们有多萌 好可爱的金片子 来 好可爱 我53岁 有关啥安全啊 小弟弟叫什么名字啊 我送给你羽毛两个耳朵 那是我的羽毛 应该让我送吧 好吧 我给你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太好吃了 好 大家好 我叫麦虎虎 我今年六岁了 你们的春节 春节好 谢谢 祝大家新年快乐 二日如一 好萌啊 好萌啊 我就是觉得自己好像眼神有点不太好 怎么老了 我怎么觉得后面六岁这个新疆的孩子跟前面五十三岁那些老太太是一波同龄人呢 前面对我们今年物事伞还要玩伞军 那个小木贵音真的好可爱 怎么一排 没错没错 这个新疆小伙子会火 而且他是抢劲王啊 你看刚才一段一段视频里面 一个小宝宝出好一次 而且在楼道里没碰到他吗 对 我碰到过来好一次 被抱了 看我老是当我给你趴一张 而且我跟他对话 你知道他超级可爱 就是我说你今年几岁 他不是想半天吗 他说我六岁 我说那你去年几岁 七岁 数学真好这孩子 小朋友一般就是你问他去年几岁他会不知道 而且这些孩子让我们特别放心 他们都是大公无私心地有爱的人 因为我们常说铁公鸡是一毛不拔 这些孩子随便大大拔两个毛 来送给你 没错我们小的时候过年是最高兴的 孩子过年最高兴嘛 不过人家能高兴到台上 而且把这份高兴的送给电视机员的各位 所以也是我们春晚的小功臣了 那讲到这里呢 如果大家真的喜欢这些小朋友们 一定别忘了 我们时时准备好了跟大家互动 如果喜欢这些小朋友 那么一定为他们表演的春晚节目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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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惊喜给你的 春晚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我们APP春晚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明星 明星 大明星 明星 谁还没说呢 你只要管乌势三 对 今天这个春晚的舞台上会有很多的明星出现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演完节目以后 从春晚的舞台一下来 就会来到我们APP春晚的舞台 是的 是的 然后在这儿呢给大家拜年的同事 还会给大家送年货 而且还有很多这个过年大礼师 是他们独家定制独一无二的全国全宇宙为一份 没错 没错 关键这个时间点还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 对啊 亲手送出 这个礼物就更加的珍贵了 是 咱们二十春晚今年是第二年吗 对 去年 小萨你是接受了我们专访的 对 在主持完大春晚之后 对 对 在之前很多的明星都来了 有很多的礼物 在第二天 排山倒海 我来的时候一个都没看到了 对 你来的时候太晚了 都送光了是吧 抢光了 所以再次证明 不管是去年还是今年 我们送礼是来真的的 您只要积极参应的话 那个珍贵的礼物 在此时此刻 这个珍贵的礼物 一定会送到您的 我们的快递小哥就在门口等着 那倒有点夸张 那倒有点夸张 那倒不快 没那么 不过要讲到这的话 真的会我们特别也体恤 两位女主持人 因为我俩就在里面坐着就可以了 我们准备等待 一位又一位的春晚的嘉宾 大明星 但真的等你们去 去把他们拉到我们的演播室里 大家不知道 现在因为已经进入直播嘛 楼道里面 哇 好繁忙的人 那你知道吗 有一张图片 你们有看到吗 哪张 这是我那一张 然后就是 可以说火了吗 可能会被吐槽 就是有一点搞笑 很多人都发来给我看 是网上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独家发出 拍那个张艺兴的 然后呢 保安就在那护驾 这个时候我刚好在拦人 你知道吗 我也穿着红衣服 我就被那保安一把推开 被咔嚓拍下来 让网友留言 心疼红衣女子十秒 红衣女子 所以今天你要火 红衣女子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高波很心疼 我们的这个工作 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福利 为什么呢 是啊 好吧 其实他们两个人 送给二位的礼物 这几天 他们两个人 是和春晚明星 有着近距离的接触 而且他们打探了 大量的消息 而且红衣女子 有自己的这个 这个希望见到的人 谁呢 谁会来呢 谁呢 刚刚我算剧透了 一个张艺兴了 对对 我太实战了 一不小心就说出来了 接下来这肯将卖下关子 一句流行网络语 2016年的 大家猜一下它是谁 谁 厉害了 我的歌 好 潘长江 我都不愿意 还好没说菜名 那行 那我再来一个线索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逢拱 能不让小萨猜了吗 咱们欢迎人选吧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你要说周杰伦 我也拿你没辙 龙阳啊 龙阳 像我们这个辈分的 看你刚才的表现 这个就要抢戏了 真的吗 所以你唱三首歌 天哪天哪 再唱一首再猜一下 江坤老师 胡歌对吧 对 郑群蛋 你真的很喜欢他 超级喜欢 而且很多人很欣赏他 就是因为他是个优质偶像 情商极高 又很孝顺 眼睛都冒着绿光 别看我 往前看 我相信 我现在电视间的各位网友 也有自己心目中的 大明星大偶像 以及甚至他在你生命当中 都有一段时间 给你起到这个楷模的作用 那没关系 只要能 我们请到演播室的 一定会拉来 跟各位玩互动的 所以说除了明星 这个胡歌之外 我脑海中全是胡歌了 还有谁呢 还有谁 咱们要不要再透露一下 再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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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他俩的智商 猜不出来 我来两个 是一个当红小鲜肉 还是个组合 我知道了 当红小鲜肉 我知道了 这个太简单了 小虎队 搞什么 搞什么 那是当年小鲜肉 不是当红小鲜肉 小鲜肉小到什么地步 那年龄段 姐姐喜欢 妈妈喜欢 孩子们也喜欢 不用提示了 年龄是你的 不用提示了 天线宝宝好不好 大家好多人懂 年龄是你的一半 TFBOYS 是他的一半 对了 TFBOYS 三小鲜肉 三小鲜肉 哈哈哈哈 双作双满动作冲锋 用这首歌 给你快乐 你有没有爱上我 我看我们做这个 他都不动的 我是知道 有很多的细节 这是真事 是 家里边 比如看到电视机上 有TFBOYS 参加的节目 妈妈带着女儿 然后妈妈说 来闺女 你赶紧站过去 给你拍一张 你站到电视机旁边 跟三个 对 屏幕上的小帅哥 怕合个影 然后妈妈说 快闺女过来 过来 我开我了 然后妈妈过去 闺女再拍一张 真的是 不过讲到这一点 累坏了 一讲到TFBOYS 我们就是 我不知道你啊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什么叫什么 是不是跟他们一比 我们就 有些小鲜肉 我们就老腊肉的感觉 老腊肉很有味道 说实话真的 其实如果非要 这么严格来说的话 真的是这样 老腊肉都是公为我俩 你难过吗 老腊味都是公为我俩 很好地混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俩是属于灌注肉 终于一下计划 不过这样讲 小萨 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靠着主持 上春晚不靠谱 你看我压根就没上过 这个货上过 今年也没上得去 那是因为今年 这里需要他 是吗 今年还不是过来陪你 搞不 要不是你 也没什么 主要是因为我们俩吧 过来陪你们俩 我们可以练练歌什么的 不仅给自己 二十年的时间 二十年以后 咱俩以歌手的身份 同台表演春晚的节目 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哪用得了二十年 不用二十年 再有个五十年差不多 要靠唱歌上春晚 再有五十年 大家一定要等我们哦 只要你敢演 我就敢等 大家应该靠住他俩 如果在春晚上面 没有看过影的话 所有的网友朋友们 一定要等着我们 爱他春晚的舞台 将会有很多的明星 他们在春晚上的表演 可能是一首歌 比如几分钟 但是在我们这里 对 我们会有很多的互动 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场外信息 会给大家透露 所以一定要锁定 我们这个平台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不光能跟大家互动 还会给大家送礼 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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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全说三遍 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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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礼呢 所以说真的明星 光送礼自己在演艺的舞台上 要有很好的作品 来吸引大家 对吧 然后关键是在这样 逢天过节 他们往往也都回不了家 所以毛仲仪上讲 我们的春晚的大明星 真的身上有一种正能量 人家探班会比较多 有没有感受到 这方面的力量呢 是 包括像好几位明星都说到 他说他特别佩服 就是每一年 驻扎在这个大楼里的工作人员 驻扎 我们这是个军事要带 你知道半年前就开始筹备了 七支部队 你当然知道 你是不是半年前 七支部队 驻扎在我们这里 不 有很多的节目 是提前真的 其实半年都说得有点晚 没错 有很多节目 有很多文艺团体 真的可能今年的春晚 刚下舞台 对 立刻开始筹备策划 排练明年的节目 一年的精销 这叫什么 而且还面临着 琢磨 推敲 所以他们好像要准备 好几个版本的本子 对 什么词来 尤其人家有老经验 就是你问他 春晚节目什么 他问哪年的 后年的我也准备好了 他有的时候 真的他任何的构思 那都会想到 如何在这个舞台上 可以合适地去呈现 但是所有这些演员 他们要付出的 就是每年的大年三十 都没法和家人团圆过年 是 这是一点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 叫珍惜团圆 陪父母过春节 所以老实说 应该是我们陪着你 请你一定要 好好地陪着父母 带着父母一起 拿起手机玩起来 教会他们 这样的话 新年开始了 你回到自己的城市 去上班工作了 父母也会用这种 最流行的方式 跟你进行联系和互动 对 没错 如果父母眼神不好 手机屏幕太小 没关系 投屏 现在这种技术 都很方便 弄到大屏幕上 拿着手机一块 和爸爸妈妈 共同at春晚 总之小杰一下 其实我们四个人 坐在这儿 就是为了让你 陪着家人一起团圆 我们互相陪伴 一起过节来看春晚 而我们四个呢 陪着你 陪着你的家人 大家一起 过一个团圆年 那当然呢 一会儿我们这个团圆的 这个聚会呢 会有更多 再次强调 一会儿我们会有 各路春晚大明星 来到我们现场 这个舞台当中 会跟大家来 实时地互动 另外不要忘了 给你喜欢的明星 以及给你喜欢的 春晚节目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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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惊喜 给你的 那接下来呢 刚刚说了那么多 就是为了春晚 很忙碌的工作人员 我们通过一个小片 来看看 他们都筹 为了这个春晚的筹备 做了哪些努样 各自都有什么 秘密武器 看看他们的 秘密武器 没关系 即使 没关系 词 是 哇 Cotton 我没带增高鞋片 因为有潘档江老师在 我不用带了 你不是说妙杂吗 没有妙杂 真打真干真弄 多喝水吧 多睡觉 然后多休息 秘密武器就是这张嘴 入口房还有那个T恤 抛了衫 所有的药物都不如睡觉 服装啊 女神房 床垫 我的顺碗神器就是面膜 就这张脸啊 27 咖啡 红牛 微淇淋 就是水 因为有的时候一上台 一紧张的时候 嗓子就干 嗯 是 我给你准备啥 嗯 高佑 哈哈 在鞋跟底下和鞋掌的部分 贴了一种防滑的胶布 转 这是我的看家本领 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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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爱的春晚 欢迎回来 真的是有必要用到一些神器的小萨经验丰富了啊 哎 他们刚才讲的好多话呀 那个那个那个需要一些小技巧来度过 有些话呀 嗯 感觉在这里 你得你得仔细琢磨 琢磨 比如说谁的哪句话呢 比如说当一个男孩说 呃 春晚一上台啊 容易一紧张容易嗓子干 嗯 所以需要水 然后旁边女生说 我给你背点膏药呗 哈哈哈哈 那是啥意思呢 那意思就是下来得挨打呗 万一眼都不好的话 嗯 哎真的是这是因人而异的 有些人也许更多的需要保暖 有些人呢 更需要呵护好自己自己调嗓子 睡眠 但是休息还真是的 最缺睡眠 对 刚才孙唐老师讲到过了 最缺的就是睡眠了 嗯 你看刚才包括那个刘和刚刚不是说吗 嗯 嗯 神器就是多喝水 多喝水 多喝水 多睡觉 嗯 多休息 但其实这是他们最缺的 没错没错 最缺的 尤其是 好像也不能够 尤其是一年前就开始准备了 好多舞蹈演员 他们在后台因为没有地方休息 嗯 而且我看小萨和高博也是路径比较辛苦 因为也蛮缺轿的 谢谢 懂的 你懂的是吧 从哪里看完 床垫呢 我们俩的床垫 对 难道 难道 随时带一个那个折叠床 给我弄个眼罩 打开 好了好了 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不是吹牛的 我们今天我们连续要直播多长时间 我觉得你的神器是什么 你的神器 对啊 我就说今天我们今天在这场 我们要连续直播多长时间 十三个小时吧 十三个小时 七个小时 七个多小时 拜托 我们也需要在这里坐镇七个多小时 那想必各位也都有体恤自己的 七个多小时 对啊 没有人告诉你们 来之前没有人跟你说吗 没有人告诉你们 好了观众朋友 感谢各位 现在想走已经来不及了 感谢各位已经陪伴 我们度过了六个半小时 那我又来这边 坐坐 好了 来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是现身说法了 我们怎么度过这七个多小时 包括之前的这个彩排 那女生来吧 轩衣你先来 有没有什么体恤自己的小 因为我们两个可能穿的比较少嘛 所以可能我们都有那个经验 会贴那个暖宝宝贴 贴在腰上 现在就有在贴着 对 贴在衣服上 对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嗯 贴上 特别的暖化 为什么夏天 因为我们 演播室里很凉的那个空调啊 哦 理解理解 这就是女主持人 她们的没有办法 因为男主持人 看男主持人 她们也得穿的多暖化 是吧 是吧 而且刚才也许有人 没有盖到这个点呢 就是有的时候 越是夏天 又要贴暖宝宝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工作在一个 相对专业的环境当中 各种设备是低位的 各种设备是低位的 空调很厉害 所以演播室的温度呢 其实是让设备 舒服的温度 她们不出状况就可以了 人怎么办 自己想办法吧 所以就有了刚才的说法呢 越是夏天 越贴暖宝宝 龙阳有什么经验 跟大家分享 我真的见到有女主持人 这是第一次用暖宝宝 直接贴肉上 她就因为着急 外面冷了 冷了 然后同时说 这有暖宝宝 快快快 直接贴上就会 也没说明白 啪 贴肉上 蛋糕要贴了 烫伤啊 轻度烫伤啊 那个会的 为了节目 真的太不容易了 女主持人好评 你像我们男主持人 都有秋裤嘛 啊 天啊 你还穿秋裤呢 你穿秋裤了 你是有多胖吗 秋裤秋衣 年龄大了 这些都背着 小萨 这个你真的会掉粉的 就掉一袋给粉掉 我会像秋 谁不穿秋裤 我会 粉色的秋裤吗 观点还是浅色 白色 还要你展示一下好不好 镜头给你 高老人 赶紧是黑色 你是黑色 粉会掉霉的 肉粉色 怎么话题跑到吃链了 神气啊 来 龙阳 我们多神气啊 龙阳 还有我们女孩子的 你又没有这个经历 就是因为穿裙子 绑那个耳麦的时候 要站绑到大腿上 那个大胶带 因为你们没有皮带可以画 然后撕的时候就 对 直接 感觉腿毛发霉 感觉皮都掉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 掉一层皮 女主持人付出的事 比男主持人要好 其实有时候 特别特别羡慕男主持 就是因为春夏秋冬 都是三件套 基本上有一套西装 有一套衬衣 漂亮点的 领带换一换挺好 而且你们好像不怎么换 也没有人会说什么 但女主持需要进场 会吗 但是当然 戏知道你领结什么颜色 跟拿场一样 有的观众会发现的 对对对 而且扣有没有变 全部能知道的 男主持人妆发呀 什么都很简单 女主持人化个妆 四十多个小时 拿开 三天前 三天前开始化妆 我们从喇叭就开始化了 你作为前辈 你不要 人家是一个礼拜之前 就坐在这儿开始化 今天我们上来了 不要那样跑到小萨 那好多小萨的粉丝 你也特别留意 这个小萨这个节目也多 你怎么样一般体恤自己呢 我一般啊 你有什么神气 认真的啊 你别又来那个 你别又来那个歪的 我的神气就是一双 穿高鞋垫 穿着舒服点 谁用穿高鞋垫 我们的神气就是一双 穿着舒服点的高跟鞋 直接跟都是高的 我们不欺骗观众 四高鞋垫是在里边 我们都让大家看见 小萨今天直播 真是活出去了 天哪 你展示一下 你看这个鞋垫是蛮高 这得有一双 穿着舒服的高跟鞋垫 而且以女生的经验来看 因为你是一个高帮靴 所以里面应该是 可以放鞋垫的吧 放了得有七八双鞋垫 可以大概六双左右 再多了就不行 再多了就不舒服 能把我累死 你看我一个人问他们 你怎么样啊 你怎么样啊 到现在没有人Q我 我现在这么坐着 我想我怎么回答 这个神气 没有人问我 高老师除了你的粉色秋裤之外 还有什么神气 白色好不好 sorry 肉色肉色 这个真是现身说法了 高博呀 曾经我见过一次 录节目的时候 那是真事 录节目的时候 忘了带鞋 自己忘了带皮鞋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怎么办 我们现在讲体恤自己 所以她的神气 我说我体会到的你的神气 就是她的化妆师 她临时从化妆师脚上扒了一手鞋 脏上就来主持节目 那个鞋码都搭吗 你的化妆师是你的神气 幸亏化妆师是男士 搭不搭都不重要了 旧场如旧火 天哪 说回我个人的神气 不开玩笑的 我要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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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腰 是 小萨摸摸 钢板里面 什么玩意儿 护腰 护腰 感觉到一下 神功元气带 怪不得腰那么细 另外膝盖也受伤了 眼波师有的时候 音风 小凉风一吹 也许真的 我那个动作就不行了 我动作又大 我经常会做到这个水准 所以必须得要这样 要不然会很容易伤 另外小萨这两天是脚受伤 我是膝盖受伤 你主持健康慧节目的时候 需要做这个吗 还是 我没有任何节目 我都可以这样 好了 接下来给大家播 任何节目都要这样 接下来的板块叫养生堂 听听高博的养生的音乐 刚才是有点私心了 但是公道的话讲 就是今天晚上 确实是我们也很努力 我们陪伴大家 让大家在家里有机会 陪着家里的父母来团圆 那讲到这一点 我父母其实说实在话 我父母知道 我今天晚上被安排了 这个直播任务的话 他们是 眼睛里是有些许失望的 因为我们家比较传统 那个过年如果我不在家 好像真的是缺少了 很重要的年味 那想必各位在 今天晚上家宴的缺席 也会在家里头 引起不同的讨论吧 是的 是的 昨天我就发现 家里边特别冷清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一定要寻找点过年的气氛 然后呢 把电视调到最大声 然后没睡着 对 两点 两点才睡 说楼上说提意见了 您稍微小点是吧 因为真的是 因为过年嘛 其实年主要是团圆嘛 就亲人在哪儿 其实家就在哪儿 年就在哪儿 老家在哪儿 老家在吉林 那除夕晚上也会大家一块看 今天晚上就只能是让爸妈 我先走了 通过小屏 通过小屏看咱们 对 小屏也可以 这个也是一个见面团圈的方式 我觉得 他们会玩吗 爸妈在家 没问题啊 已经安排了很多众多弟弟妹妹去辅导了 技术支持都到现场 必须到现场 所以好多人预估我们今天晚上 在春晚的这个点播量啊 就类似于收视率的一个概念 会很高 别的不说 这四枚的全部家人 我估计都在看 爱特春晚的 是的 我也是提前好几天就已经 就是把这个要下载什么样的 怎么用 客户端 怎么使用 发到了朋友圈 然后也私信给了亲朋好友 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告诉他们 第一时间帮我截图 而且我要告诉各位网友 有很多幕后的镜头 你们是看不到的 比如说春晚现场 有的时候镜头能扫到 有一个叫做监控席 台长啊 重要的这个春晚的策划 这个你都敢说 你在镜头里直播的时候能看见 他们是会在现场 要看着画面的很多 对 没错 像导演 再次提醒 再次提醒 但是 但是我们今天现场 审片的 审片的各位领导们 他们 我说怎么都不看大屏幕 全都是 小屏幕 直接手机上 所以说各位网友 就是我们现场也做阵营 我们的领导 跟大家做的是一样的事情 谁知道现在领导是在审片 还是抢红包呢 你也赶快 地地互动起来 另外呢 我们除夕夜上微博 边看边聊 嗨春晚 那参与话题讨论 可以领取百万的福利 现在呢 据说这个讨论已经热火朝天了 来 摘一条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屏幕 请选择 上图 我这眼睛不好 龙阳随便念念 我们来看一下 我龙阳心 来吧 我看到这位叫张也0003这位朋友 他就是 爱的我们春晚 他爱的春晚 春晚已经成为我们过年的新年俗了 不看春晚呢 就好像少了点什么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只要电视机开着 哪怕不看 也是一种氛围 不知逢拱出场的时候 会不会又说那句 怪你个朋友们 我想死你们了 我估计 我估计会有的 你看这就证明另外一点 真的是好多我们春晚的元老们 真的已经有浓浓的春晚的金卷留下来了 一提到他就想到春晚 一说到他在春晚就想到一句话 甚至一个场景 对 所以现在很流行 一句话就说 叫有一种陪伴叫春晚 就没了他 你就一定觉得少了点什么 而春晚当中那些老脸 就是年年出现的 反而是一种期待 那话多好 有一种陪伴叫春晚 春晚有一种陪伴叫 爱的春晚 请注意 我们的爱的春晚 是春晚陪伴类的节目 在网上我们可以一起来 还一起来 来 我们再念一条 再来看看 那个陪父母看春晚吧 他说 说真的这么多年 真的没怎么好好陪父母 看过春晚了 念书的时候 春节已经开学了 大年夜通常都是第一次 Mate Team 然后自己一个人深夜 都还泡在图书馆 回国了 也不是很喜欢看春晚 留学生 基本一到十一点 自己就已经爬到床上去 这个梦中宫了 等到初一看直播 后来又有了孩子 重播 大年夜守在玩的身边 生怕被鞭炮炸醒 忽然觉得特别愧疚 今年一定要好好陪家人 看春晚 就这么定了 花式比星 真的是 没错 一定要珍惜团圆 在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陪父 你看最下面那条 也是希望多花 这才是真正的 中国的跨年 多花点时间 和爸妈待在一起 所以今天晚上 真的是陪伴非常重要 自己陪伴父母 成了全中国人的一种 共同的过节的习惯 慢慢地 我觉得现在 其实如果从某种定义上来讲 看春晚已经成为 中国新的一种 新民俗 过年的民俗 对对对 而且小时候看春晚 真的就是到了春晚开始 一家人就像 就被施了魔法 全都放下手上 一切在做的事情 就是每次细节都不想错过 就是这样子 可能再到后面 春晚它成了一种陪伴 你开在那 未必你会真的 就像定格在那看 可是一定是要 调到这个频道 一定要听到 中国中央电视台 就是要听到这种声音 过去几十年 中国人经历的是 从小屏到大屏 从大屏又到小屏 我说的小屏是前面 我们的电视机 原来我小的时候 电视机12寸13寸 对对对 还是黑白的 而且是恨不得整村人 挤得一家有电视的 就最早开始有 而且经常要敲一敲 所有人 那小屏 后来慢慢慢慢 家里电视越来越大 但是现在慢慢 搭电视的同时 我们又有了智能终端 你还可以通过手机 参与我们的春晚的 另一种味道 我们现在看一个 再看一下 水动流离 他就说了 at春晚 他at我们节目说 最美好的春节 就是一大家一起吃火锅 开着电视 热热闹闹 红红火火的 然后呢 一行人一起回乡下 围着一堆柴火 跳着圈圈舞 放烟花 绽放美好的祝愿 尽是欢声笑语 幸福啊 他的这段描述 画面感好强 对啊 你想一家人吃着火锅 把电视放在火锅里 然后看着春晚 多好 手机别掉火锅里啊 所以关于春晚呢 大家可以集体 共享这个记忆呢 可以集体共享 过去的每一件 其实他俩小孩啊 第一届的时候 估计你俩还看不懂呢 但是我记得第一年 有一个 这个相声后来很经典 哪一个 可以说吗 第一届吗 哪一个 是第一届吧 你说出来 我就能知道你多大 你说吧 就是那个什么 跟动物园有关的那个 那不是第一届了吧 那不是第一届吗 那不是第一届 那我还想 那你现在是 跟你说嘛 第一届的时候 你根本就 88年还是87年 还没有你呢 第一届 对啊 但是我跟你讲 最早的春晚 相声真的是 全国观众最喜欢的一种 节目类型 没错没错 对吧 最早的春晚 所以为什么那会儿 江坤老师最早 还当过春晚的主持人 是 他就是 这个在春晚上 相声的这个位置的重要性 一场的春晚 就像江坤老师 等相声演员 还有马基老师 那都是忙得客串各种角色 全场就见他跑了 而且那才是 就跟我们网络直播 要的那感觉一样 各种毛边 穿帮镜头无数 但是一点都不妨碍 那一场春晚 带给人们 这个历久迷信 那种浓浓的年味 其实根儿从那开始的 特别棒啊 特别棒 这感觉一单 成猫了 对对对 我估计 再来看一条 我估计在电视间看 或者在这个电脑屏幕前 看我们的节目 或者同步看春晚的朋友们 也在聊着 跟咱们差不多的发展 还是那年那个谁谁 不知道今年有没有 谁谁谁 而且特别期待 其实说到情人的回忆 等着期待 我觉得小时候 我真的是很期待看小品 这几年 我突然有了新的期待 我特别想看武术 就每一年 我就近几年春晚 这些什么路线 你不觉得就很骄傲吗 你得关注一下 自己的情绪管理 小三没说错的话 我喜欢看武术这几年 小三没记错的话 好像武术年年都有吧 那年少年 少年中国墙 对对吧 年年都有 应该是年年都有 武术节目 就还战装的 看完之后就很骄傲 握骄傲那种感觉 是是是 所以你看他今年 三军一张队 武术 喜欢那种雄壮的 有气势的东西 你讲大了 所以才讲春晚 重口难调吧 你看就连一个人 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他最爱看的 这个春晚的类型都在变 有小品变到什么 而且我不光是看 我是看完以后 我会演 真的吗 我在高中的时候 参加学校的联欢会 我的经典作品 全是春晚上的经典作品 什么吃面呢 就是模仿 那个陈佩思 那个吃面的小品 还有陈佩思 当年演过一个雅剧 那个什么 夺碗 拿撒胡椒 然后还有 向上现在能来一趟 对 好多相声 包括相声 我背下来之后 跟同学上台去演 现在是赶的 这不是现在演武术了吗 你在说这段画面的时候 我脑海里就在想 未来又会有一个小小萨 或者类似你这样的人 他也是当年学着你的 这就是春晚的影响力 而且小萨 刚才那个不是开玩笑的 这话是认真讲的 好多人的艺术启蒙 都是春晚来的 包括民歌 包括最初对美声的介入 甚至包括 就是动感的舞蹈 对 都是咱像费翔当年 多火的样子 对 好了 那再次倡议各位 我们一聊得这么嗨 对吧 我们还等待您 把您的热情 也带到我们现场 大家一块来聊 你选话题 对吧 多多参与我们网上的互动 可以登陆央视网 也可以通过手机 对 通过我们的央视影音客户端 或者是央视综艺春晚客户端 同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网友的留言 沐西小宠 他就说 2017有了新目标了 也别忘了回头看看 有家有父母 才是最温暖的港湾 谢谢有春晚 我们跟父母的心能更近 永远不分离 笑声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 机会多了 眼界也广了 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呢 就出国留学 不像我们过去 到外地念个书 就觉得跟家隔了千万里 没错 现在的年轻人 动不动跑到地球另一头 但是由于有了 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 所以他们应该还好 经常能跟爸妈 视频啊 视频一下啊 对啊 上网聊聊天啊 但是过年总是觉得 还是要坐在一起 还是会 坐在父母身边的感觉 是更不一样 才叫过年 来各自都描述一下 我们就是 还有时间啊 不像今年这样 被集体坐在这里 跟父母 坐在一起 看出完什么感觉 我现身说法的 基本上他们都是 你需要去叫的 爸爸谁上来了 咔咔咔咔 过来看一下 会会会会 差不多都是这样 然后跑厨房 永远在厨房 妈妈谁上来了 咔咔咔咔咔 小品开始了 又消失掉了 都是这样的 对 现在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把手机 给爸妈举了 你去厨房也能看得见 谁谁谁要来送礼物了 洗手间 都直上咱们的手机 所以现在爸妈关心的是 谁又发胡包了 抢到什么礼物了 对 还有就是过年的时候 因为除了像 高波老师说的那种 大家都会叫来 因为大家都在忙 而且还有的 比如说厨房的 还有这打牌的 但是一旦说到 他们喜欢 那谁谁谁来了 大家马上都 站在电视机前 就在电视机前 围着一群人站在那里 然后都在那欣赏 你家人那么有形呢 他刚才好酷 这样看起来 对 要摆好pose 好酷的观影方式 然后那边 如果孩子在 小点声 感觉跟拳击教练似的 给我哼哼地打 对 其实现在的技术 也不一样了 各位 现在的技术手段 完全可以让家人 在兼顾春晚的同时 也不落下 我们at春晚的任何细节 你比如说 现在的电视机 好多应该都有 画中画功能 分屏 是吧 包括这个智能终端 都有分屏的功能 您可以同时又看春晚 又关注我们 爱的春晚 两边都不误 一个细节都不会落下 登陆央视网 或者通过手机 登陆我们的央视影音 或者是央视综艺春晚 客户端 随时掌握一切资讯 没错 另外前面讲到过了 我们现在正在直播 尽管是在网络上 但是我们广大的网友 积极地参与进来 一会儿我们的演播室 会有春晚大明星 跟大家一起玩直播 玩互动 亲手送出 自己在三十晚上 现场定制的礼品 给你 祝你好运 那么接着还是聊聊 这个的记忆 另外关于春晚的记忆 就是永远 小赛品有发现 它是伴随着味道的 就你看到 尤其 对吧 对 到什么节目 什么饭菜的味道 有的时候是茶的味道 烟酒的味道 你今天 烹泡的味道 那得在十二点放 各地都不一样 春晚那个节奏 它会好像规定 不同地方的人 他放鞭炮的 那个时间点 对 对 有规定 十二点的时候 那个是全国 想上一篇 但是我们那儿 好像分几次 几次这个波动 波风波谷 好像刚开始的时候 吃晚饭那会儿 对对对 就是春晚开始之前 那一段 是 啪啦啪啦啪啦 有好多人放 倒计时的时候 春晚一开始 你看着就安静了 很安静 因为大家都回到家里 开始吃团圆饭 开始一边看着春晚 等到差不多十二点左右 冰的闹了闹了闹了 又来一段 那个是普天同放 对 我很好奇 尤其是男生 应该会特别喜欢 这个放鞭炮 或者是玩炮仗吧 我们都喜欢 把鞭炮放到 女生书包里放 出来的声音 特别不一样 好听齐了 因为除了有鞭炮的声音 还有女生尖叫的声音 太坏了 我当时就在想 就是女生会比较害怕 一般是就是 会怂恿男生 去点那个 但是女生自己又很害怕 又很开心 有家里的妈妈呀妹妹呀 都会是站在屋里 然后爸爸带着儿子出去 所以说今年 今年据说我们这个春晚的演员 比往年还会更加的多 所以今年会迎来 第三轮放鞭炮的高潮 就是我们这帮人都回了家了 我们不放一轮 那说到我们今年这个 这些演员呢 至少增加了五六百人 相当厉害 我们特别定制了一个短片 一起来看看 我们的春晚演员 如何准备春晚 很谢谢大家 后面美貌都没有了 我还以为这很美的 我们跟Fanny录视频的时候 不小心拍的 挺好的豪华套件 这边我过那边见不过 我那边不转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给他们鼓掌 点个赞 为了达到完美的舞台笑 我另外提醒网络前的各位朋友 我们今年的爱的春晚 会有很多的春晚的明星 来到我们现场 跟大家一起来玩互动 您可以记忆地参与 进来在央视影音和央视综艺 春晚客户端参与礼包来了 互动抽奖 我们的口号就是 动动手指拆红包 为父母抢年货 祝你 祝你 祝你好运 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虽然他们没能 在大年三十二的夜晚 陪伴着家人共同过节 但是我想参与央视春晚直播 也是他们年轻生命当中 很难得的一丝体验 你年轻的时候 不是也好几回这样的体验吗 今年可以回味了 跟同事们在一块 大家为了一件共同的事情 努力去把节目做到最好 没错 没错 给观众带来大年三十二 最丰盛的电视迎评的年夜饭 是了 是了 多有意义 过去的话讲就吃的是这碗饭 应该有所担当和有所奉献 小萨自己看自己是什么感觉 我们这个手机不是 不是那个道具 我们真的同时在看 我们自己的爱的春晚 就我能看见小屏里的我自己 而且还能随时跟观众互动 你们有什么问题赶紧提 想让谁来 想知道关于谁的消息 当然我们不一定打听得到 但是我们尽力 我们尽力 然后如果待会儿明星来了 想问什么问题 赶紧上网 赶紧留言 赶紧跟我们留言 赶紧跟我们互动 看看你们想看谁 我跟龙亮就赶紧出去拉人了 真是啊 同步的 可以 可以看 让我问明星的号召力比较大 我们就赶紧去出去 刚才看那个短片 我们感受到了春晚每一个 这个舞台是平等的 都是参与春晚的演员 没有大明星和小演员之分 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许 对对对 而每一个演员 他们背后的家人呢 春晚对他们来出 而且高伯 你一定要看一下这张照片 怎么 现场给你抓的 你在展示什么 天哪 为什么抓这一个 抓特色 这就是实时的直播 高伯 2017年多了一个名字 叫高秋库 早来赶快抓回 我们分 白色的秋库 高白秋 没办法直播呀 高白秋 高白秋 白秋兄 那些演员们的家人呢 一定也会仔仔细细地 看春晚的每一个镜头 也许她的姑娘 或者她的儿子 只出现了短短一秒钟 你看马云那个表情 已经不算什么了 拜托这边再签话题 好不好 来 是吗 我们一边看 不要干扰 我正在推进话题 下一个话题 下一个话题 也是一样啊 演员不分大小呢 也许只有一个动作 但是他们的父母 家人一定盯着那个屏幕前 看哪怕只有一秒钟 然后看到是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仔细来留意她 欧阳 在这儿呢 我们要特别地感谢一下 我们的赞助商 是了 哪有 本节目由广汽传奇 独家冠名播出 广汽传奇 给全国人民拜年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 特别赞助播出 由斯特九赞助播出 斯特九公主 全国人民 新春快乐 好 是了 谢谢 谢谢 咱们四个人应该都有过 第一次上电视屏幕的经历吧 我没有过 这是我第一次 来了 分享一下 你第一次大概是在 刚老师是第一次还在大学吧 我应该是1999年 那是什么机缘 1月2号 1月3号 好清楚 那是你在干嘛 公元1999年1月3号 农历 今日说法开播的第二期 所以第一期呢 第一期是萧小林老师 萧老师 然后第二期是 就当时我肯定是提前 先给家里打电话嘛 先给家里打电话 就告诉爸妈说 明天啊 那个中央电视台 有一个新的节目 是一个法律的节目 是我主持的 然后我爸妈就 那时候还没有 网络电信诈骗这个概念 但基本上我听我爸妈的反馈 感觉像是遇到了电信诈骗 怎么可能 什么台 中央电视台 一套啊 中午 完全不相信 哪一套 哪一套 是拒绝相信的感觉 拒绝相信 拒绝相信 但是他们第二天 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打开了电视 打开电视以后 看到我真的坐在上面 我爸的第一反应是 电视坏了 我们家电视坏了 我以为会说 有个人跟我儿子 长得好像 出现了幻影 我这个可以局部理解的 不相信 尤其在小萨身上 他曾经所学的 这个专业跟这个电视的行业 真是隔着一座山呢 还真是 对家人会更感觉到 好无惊喜 不太适应 那龙阳会反好很多 但你是因为学播音主持人 对啊 我这个是学到 所以你走上电视 所以小萨今天算是跨界 我跨界了 我从法律系直接毕业到 知道他的年龄还敢叫小萨 请叫小萨老师 跨的真的 不是监看老师说不能称呼同视为老师吗 这可以 这可以 我们要分享一下 对 其实就像高波说的嘛 因为我们学的就是本专业 播音主持 所以可能没有那么的激动 会觉得就比较顺理的成章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点 就是父母啊 就是子女在父母心里 真的是百看不厌这件事情 百看不厌 女生应该觉得 怎么看都觉得好 就是一个节目 假设你不是从头出到尾 你只是在中间某一个部分出 他看回看 或者是看点播 只看那个部分 好 她是看时间轴轴 听那个看 倒回来 看 倒回来看 行了吗 别看了 不行 再看 然后会给你提意见 比如说 你们上电视真的是时间够晚的 还能已经可以重播和点播了 好的 我们那会儿都没有 轩一呢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电视做 因为那时候是个 那个节目呢 肯定爸妈很高兴了 打电话来说 特别好 我跟你说 妈你看我怎么样 因为比较清虚嘛 怎么样 提点意见 跟你说特别好 发型特别好 服装特别好 我说妈 那您觉得 这期聊的这个话题 因为那时候军事节目 这期聊的话题 这个话题 你看这么聊合不合适 话题 不知道聊的什么 就是说的特别好 就是说的特别好 对 就好好 这也是一样 这跟龙阳刚才讲的一样 在父母眼里 你无论如何 都是挺完美的 但我爸妈嫌弃过 嫌弃过 是吗 我忘了告诉他 当时我忘了告诉我爸妈 就军事说法 是有两个男主持人 一个我 一个张少高 所以第三天看的时候 我妈说 宁宁 你怎么胖成这样 我说那不是我 所以是另外一句 所以像我们这样的 总有各种各样的瑕疵 但是 哇厉害了 这些 鲜肉大礼包 他们在我们 他们的粉丝的心中 是无瑕疵的 来通告一下 龙阳 对 刚才说了有这个 大礼包 对 大礼包 对 有男神 女神 大礼包都有你想听哪一款吧 给讲讲 先说女神 先说女神是吧 好 我们来说说男神大礼包 是 厉害了 来了 来了 好 先说说女神大礼包 这个16年有部剧很火 欢乐颂 哦 所以这次欢乐颂的主演 五美一起到场 刘涛 刘涛 可以来到现场吗 蒋新 王子文 还有杨子和乔新 五个 其他的我们不关心 这五美一定拉到演播室来 我们请来一起来聊聊天 而且网友 他们五个都来吗 五个一起来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而且你知道网友的评价是什么 就说这个刘涛真的太厉害了 他在剧里面就是很总工气质嘛 三次上春晚 前年上春晚 演小品 去年上春晚 谈树琴 今年上春晚来唱歌 明年估计要来主持了 是了是了 那我们看我们现在这个 那男神大力宝是谁呢 快了 极快了 男神大力宝是谁呢 再讲几句 男神大力宝可以剧透一下 胡哥嘛 刚刚说了的 还有三个 很有缘分 因为很火的一个系列的电视剧 他们都有演 盗幕笔记系 好了 总是有很多的可以期待的 那今天我们这么多的演员呢 幕后呢 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 哇 我们整理一个小片 叫《指尖上的春晚》 看看这些工作人员 是如何为春晚努力的 演员都在等着 急死了 那个针线拿了吗 拿好针线拿好 拿着了是吧 正式成为一个 职业服装设计师 而且跟央视合作 大概也快三十年了 你们好 今天又给你换衣服了 是这个吧 对 我这一天要做一套衣服 连染 而且这时候我自己手染了 而且那个颜料 都自己画上去的好多 就是工厂都关掉了 现在只能我们自己动手了 我觉得呢 服装呢 作为一个载体 给观众呈现一种美感 这是我最终的目的 后面的荷花全绿的话呢 我前天在台上看了一下不行 所以我就加了一些粉 在手上给你们看 我觉得不管是一个 著名的演员也好 还是一个普通的 小的一个半屋演员来说 对每一个人都应该 负我该有的责任 我觉得这是一个匠人 所共同的一个特点 我叫江红 我是来自辽宁电视台的化妆师 我主要负责小品类的化妆 比如说这次潘唐江的化妆呢 我是要每次在他的手臂上 要给他画一个脏疤 而且这个脏疤呢 是每排练一次 我们就要画一个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属于幕后英雄 我们的是手艺人 我们在幕后 我们为演员进行一个 角色的创作 让他们更进入 他们要表演的这种状态 对于演员是有一个帮助 同时呢 我们自己感觉 也是内心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今天所有的幕后英雄 点赞 点赞 包括今天我们四个 能这么利索地坐在这里 也有我们团队这个幕后 我们叫公众老师的 各位老师辛苦了 辛苦了 我们能够感受到你们的努力 谢谢 谢谢 而且刚才我们能够看到的 还是能出现在镜头里的 比如说服装师 化妆师 更多的比方 还有食堂的大师傅们 没错 还有在现场 这个刊道具的 负责道具上下台的 那些厂工师傅们 甚至还有包括现场 整个设备运转的 那就太多人了 他们可能都没机会 它是个剧系统 都没机会被我们看到 所以真的感谢他 你参加过春晚 就抬仙幕后 算起来给多少人 才能完成这么一台春晚 没俯过 不计其数 你这个只能是挂一落万 你能想到一个工种 在一个工种的背后 可能就有十个工种 在支撑它 所以前面我们也讲到了 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系统 但是这一切 马上这部机器 就要运转起来 给大家带来丰富精彩的 还有几分钟吗 今年2017的春晚 应该还有三分钟左右 我们就真正 我们今年2017年的春晚 就要正式开始了 作为一个春晚陪伴类的节目 我们的陪伴也正式开始了 准备开始伴随春晚了 所以抽奖 抽奖 抽奖 提醒各位 我们的初晚互动界面 会有一个礼包来了 这个动手 动动手指拆红包 为父母抢年货了 还是那句话 继续参与 祝你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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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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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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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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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连着说三遍 他会觉得网路卡掉 带父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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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团 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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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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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综艺 现在离春晚的开始 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所以这里还要再 祝福我们的两位女主持人 一会儿你们重道远 另外在这个空间里面 尽管有百十来米的话 但一定要擦亮眼睛 好不好 一定要不要错过时机 随时准备冲出 因为广大的网友都在期待 你们能把什么样的 重量级的春晚加比 请到我们的现场 又会进行怎样的互动 送出什么样的礼物呢 总之一句话 积极参与 绝对会有惊喜给你的 对 待会儿我跟龙阳 就要去这个后台拉人了 我们会擦亮双眼 随时做好战斗的 这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如果拉来的 明星完的时间久 我们应该也会被网友鼓励吧 会的 当然会 一定会的 会疯狂点赞 网友一定会爱死我 现在他们好多人 谢谢我们帮他们拉来 现在他们好多人就会讲 帮我帮我请谁 帮我请请谁 对 对 对 而且一会儿这个明星拜年 你龙阳你的任务很重 一定要让他们 多给网友弄一点 对 很珍贵的拜年礼 送给他们 还有网友问 能不能把他们家的爱豆 留七个小时 好了 我们先为止 陈切做不到 还有两分钟 两分钟 其实有的时候 因为他们来我们的现场 我跟小萨要陪他们聊天 共享一些春晚的基业 对 关键是 你不觉得稍微有点虐心吗 就是其实人家是想回家 赶快跟爸爸妈妈一块来过 吃团圆饭 也是 拖得久了吧 对吧 对不起他 拖得时间不够久 又对不起网络前的您 好难办 好难办 对我来说 我不存在这样的纠结 为什么 反正我也回不了家 那就多陪我待会儿了 所以再次强调 欢迎您 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 这是一场充满着 充满着惊喜的互动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一会儿 谁会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那他会送出 谁们的礼物 恐怕您也不知道 而谁能中奖呢 这一切都是悬念 伴随着2017春晚的 正式拉开大幕 我们的爱的春晚 也将正式运转起来了 观众朋友们 网友朋友们 还有最后一分钟 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其实我想起来 以前就是每次 快有一分钟的时候 家里真的会紧张 真的 爸爸妈妈 就开闯一定会 妈妈还在行房里做着菜 爸爸就会说 要开始了 准备了准备了 还有一分钟了 找得跟你们家要直播 这种信号 从我们家发出去 直播到底是一分钟 对 网友刚才说那个画面 我常常那会儿 全国都在一起进行倒计时 对 其实真的是 有两个倒计时 一个是开始 一个是跨年 一个是12点 对 而且我觉得开场的时候 主持人压力是不是会特别大 会的会的 一块过来说 那个开场词的时候 也还好 更激动 啥也记不住了 一片空白的状态 刷也一片茫然 这样吧 还有20几秒 马上进入开始 这样吧 20秒 这里面经验最丰富是小萨 你提高你的音量 按照春晚开场那样 把我们现场引回春晚的现场 现场导演 这会儿肯定在喊20秒 你带我们倒计时下好不好 15秒 我们一起数一下 先呼个号 中国中央电视台 10秒 10 9 8 7 6 5 4 3